不只能随时召唤 还能开启FSD 全自动驾驶辅助系统 这是特斯拉在欧美上市许久 还没能敲进中国市场大门的技术 会不会成为特斯拉在中国电动车市的回春法宝 4月底旋风访问北京 马斯克亲自走这一趟 就被外界解读是要把FSD推进大陆市场 从马斯克和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强一见后 可能在大陆解锁FSD的期待就不断激励投资人 而现在看到是大陆官媒之一的中国日报独家报道 中国可能支持特斯拉测试采用FSD的无人驾驶计程车 这似乎已经能预期北京会对特斯拉的FSD开绿灯 我们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平等相待 欢迎外资企业继续深化对华合作 事实上一切早已有机可循 之前就传出特斯拉会用 百度的车道及地图讯息为基础来提供自驾服务 另外就是马斯克自己似乎早就忍不住先爆雷 老早就释出Robotaxi可能成真的利多 但是在马斯克的北京行之后 大家也才发现8月8号这日期 刚好也是符合华人市场里的幸运数字 这也扩大了Robotaxi在中国落地的猜想 由于特斯拉今年第一季在全球销售不佳 净利只有11.29亿美元 年减幅多达55% 特斯拉今年股价跌幅更是高达30% 之前外界就寄望Robotaxi能当特斯拉的聚宝盆 只不过马斯克2019年提出这计划时 恐怕也没想到会在中国大陆落地 如果成真在大陆要面临的技术考验也不少 而且如果特斯拉在北京市营运Robotaxi 现阶段势必得面临在地品牌的竞争 你知道吗 今天起从北京一桩往返大新机场 可以约一辆自动驾驶车了 像是大陆的自驾企业 小马智行目前在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 四大城市都有服务 也是日本的丰田汽车在大陆选择的合作伙伴 光是在大陆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一桩的无人驾驶测试企业 就有28家共约800辆车 当然希望测试范围能够越来越往外扩大 这当中也包含了百度Apollo自驾平台 推出的萝卜快跑 比起小马智行 萝卜快跑在大陆八座城市都有拓点 同样也会和特斯拉经历一番厮杀 只是如果特斯拉真的成功让FSD在大陆落地 是否代表其他国的车厂 也都得跟进这一套特斯拉模式 南韩汽车大厂当然也有担忧 尤其在大陆预估2026年 LV3的自驾车辆可以达到百万辆的愿景之下 各大车商更是不想错过这块大饼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